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早上的9点53分 加选指数今天一开盘就开定 开低49点 现在最多已经跌到120点 目前是97点 还在相对低档的位置 为什么上个礼拜那么好 今天就直接开低 答案几个原因 涨多也是个问题 上礼拜涨了500点 起果8点 尤其OTC更涨了7个百分点 OTC相当于价格指数涨了700点 涨多回档修正 这个都正常的 没有什么好压抑 尤其是礼拜五的美国股市 虽然说川普有丢出一个比较好的讯号 跟美国谈判的一个讯号 可是美国股市礼拜五是开高走低的 那美国股市开高走低 因为美国这一次你看短短几天时间而已 短短几天时间而已 已经涨了快 已经涨了多少 从24000点 涨到25000 将近600点 所以短短几天时间而已 涨了1400点 也是满可 幅度也满大的 对不对 能够站上年线 当然才是最重要的 短线拉回震荡难免 因为这一波跌的幅度也比较多了一点 所以你要让它直接一路攻上去也不可能 一定是涨修正再涨再修正 一定是一波一波撒 一波一波推 所以回档这个都正常 那美国一回档 今天亚洲股市大概一开盘之后 也全部跟着一起做修正 大陆股市比较抗跌 因为大陆股市有政策在护盘 所以比较抗跌 那其他亚洲股市的部分就会比较多 深圳目前是小涨 那香港跌了451点 因为香港在礼拜五一天 就涨了1000点 所以不要被这个给吓到 这个都正常 我经常跟大家讲 行情涨跌 都正常耶 那个都是过程 趋势才是最重要的 趋势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行情有押回是好机会 趁押回的时候赶快买股票 现在开始进入选前一个月的行情 进入选前一个月 你就放心做就好了 因为你没有来听演讲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说 选前两个月 见高点押回 进入选前一个月开始涨 所以押下来 但重点还是在个股 我说过 第一波的回升 第一波的回升 是遍地 是黄金 欧北会弄的谈 可是接下来 开始进入第二波之后 变成路遥之马力 一定要有具备特定题材的 有特定题材的 才有办法能够有续航力 那特定题材 不外乎就是 但是业绩要好 跌得够深 把人持股多的 那找到这些股票 囤积基欧股 593 要探50%太轻松了 这个行情有很多能够赚50%的个股 你看我们在上礼拜 环球金 其实还是很强啊 大盘跌了100点 他还是很强啊 我们环球金从 205 推荐买进 215 再加码 这样已经 40几% 已经43% 已经43%了 2049上银 也是很强 大盘跌了100点 上银也是在平盘 上银 205买 一路加码 215 一路加码上去 也 赚了29%了 上银包含在礼拜五的时候 218 买进 也是很漂亮 目前在226 中股票 怕他没坏 有下来都是加码 你看外资在礼拜五的时候 继续加码上银 加码2432张 加码2432张 2408买亚科 目前是在平盘 也不受影响 可是买亚科要注意 因为买亚科 因为毕竟反弹了一波 外资是持续的买进 可是毕竟在 遇到前面这个套牢区 有个小短套 加上营兽的发布 所以买亚科可以做一下差价 你要做差单 长线不影响 长线不影响 想要做差价的 可以做一下差价没关系 你看旺宏还是继续大涨 我们在强棒初级里面 跟大家推荐旺宏 旺宏礼拜五涨停 今天继续涨 我今天还是有一档 强棒初级的股票给你们 所以其实 大盘不重要 重要的是个股 因为这次个股跌得太深了 你看橘子今天也是继续涨 博字 今天目前涨了4.5% 博字这次也跌得很深 那今天最可惜就是联电 被点名 然后跟大陆福建的进华 有窃密的一个问题 那目前美国可能会跟他索赔6000亿 所以今天一开之后就看到跌停 台积电 这大型全资股台积电今天也开低 所以重点在个股 重点在个股 重点在个股 墙的跌升 墙反弹的还是蛮多的 可是大盘短线会震荡 这里 这礼拜会先蹲后跳 会先苦来得起 所以如果不是超强股的话 等压下来再买 那被动元件的部分 今天也是 可是相对 被动元件今天已经很强了 大盘跌了100点 被动元件都在平盘附近 这已经很厉害了 这已经很厉害了 被动元件很厉害 可是你们知道 被动元件还是以等低接 像国具你要买的话 国具你要买的话 大概在332到325 华星科要接的话 尽量等大概在140到135 这附近再接 这个礼拜会都会先蹲后跳 如果不是超强的就尽量等低接 等一下我还是有一档 强棒初级会提供给大家 你看上个礼拜 我们推荐了两档 强棒初级的股票 今天是华星科 推荐完之后连续两个涨停 礼拜五推荐的是望虹 推荐完之后 当天又是涨停 今天会继续涨 等一下我还有一档 如果我有把握 我就会帮大家赚钱 那如果没有把握 那我们也不勉强 毕竟股票市场还是有机会 我们再出手 求我们不求急 等一下 长棒初级的部分 你用心听 希望能够帮大家在短线 两三天之内 赚个小钱 3%5%应该都OK了 来 今天长棒初级跟大家推荐 1605的华星 华星立华集团的华星 最近华星立华集团股票 又开始很活泼了 每次年底的作涨 这个底传是国内最爱插锅票 最近从华星科 然后带动了华邦殿 汉语博德 金城 现在连华星都有动了 尤其华星几个 今天为什么特别跟大家推荐华星 因为华星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利基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华星 华星今天开出高盘来 算很厉害 在大盘开低让能够开高 几个利基 第一个 除了华星立华集团 喜欢炒股票以外 另外价格跌太多了 这一次从27 跌到15元 可是今年业绩却是大好 你看上半年都已经2块2了 2块3了 第三季八毛钱 所以加起来前三季已经贪3块钱了 今年全年应该有至少3块6 3块7跑不掉 那你3块6 3块7股价跌到这么低 尤其账上每股净值都有高达23块钱 获利是历年来 可以说是获利是这几年来最好的一年 今年起码3块钱 3块7股价竟然跌那么深还低于净值 所以这种股票整个上去的机会很大 尤其在上礼拜五外资也开始买进了3414张 更重要的你知道礼拜五的国际同价大涨3% 3.1% 那华信本来就是电线电缆跟同价是有绝对关系的 当同价大涨的时候 华信就会被带动 所以今天前方初期特别跟大家分享推荐 1605的华信 这个只怕不压回压回都是买 未来补涨机会是相当大的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当然更重要的我希望你的操作不要一直都只是做短线 目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 是抢50%很好的机会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一起来593探50%健康商 我们的负转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